各位熊丘粉丝大家好 今天又在群甲的持技工 阿佛是國地的古蹟唷 今天呢帶大家來持技工之外 我也要拍一個教學的示範 那今天我們要做什麼呢 那今天我們來做恐龍帽 好沒有不知道說 我們開始囉 好 我們先取一條 綠色氣球尾端的流大概 兩隻手指 一隻到兩隻三公分左右 那這個要做恐龍帽 好 開始囉 好 好 先做一個大概 差不多六公分的單泡 然後呢再做一個小一點的 大概是五公分的 好像這樣子 好 然後我把它擋起來 擋起來 OK 像這樣子 有嗎 好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 四公分的單泡 做成熊耳結 OK 好 好 像這樣子 有嗎 好 OK 好 然後尾端呢 我們把球 尾端把氣擠到最後面有沒有 然後來做一個單泡結 像這樣子齁 兩到三公分 三到三公分沒關係 好 就圍著我們 圍著我們 兩米的頭圓 不是兩兜老師 是兩兜自己的 好 那像這樣 這兜老師的頭圓大小 我們再把它纏起來 OK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取一條白色的氣球 那後面圍端留幾公分呢 大概是四至三到十手 七到八公分都可以喔 好 來 我們沿著的部分 我要綁在這邊 好 綁在我們脖子 跟帽圓的這個中心這邊 好 我把它綁上去 好 好 像這樣子 那我們要做它的背棋喔 可能有背棋嗎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先做一個 七隻手指 大概八公分的單泡 好 然後呢 來 再做一個五 五隻手指 五隻手指有沒有 大概十公分的 短泡結 再一樣 做一個跟前面第一個一樣的 八公分的 單泡結 再做一個 七手指的 短泡結 大概像這樣子喔 有看到嗎 好 繼續 我們再重複一次 都是一樣的 好 再做一個 七手指的 半泡結 有沒有 好 就像這樣子喔 我們快完成了 好 最後呢 我們這個帽子有沒有 要一分五二 一分合二 前面的交血交過了 我們再來一次喔 拉一分五二之後有沒有 這邊是我們的 一半的地方對不對 好 交出一半的地方 另外一隻手指 右手固定它 另外一隻手 抓住其中一邊的 氣球 我們轉喔 看到嗎 我們轉它 有沒有 還是一分為二喔 好 那我們就抓著我們的 一個背起有沒有 一樣的 再做一個 八公分的 單泡結 像這樣子 有看到嗎 好 然後我們把這個 這邊的扣 做到 這邊來 好 OK 我們來調整一下 有沒有 來 是不是就是一個很可愛的恐龍帽 帶給大家看喔 登登 有沒有 我們的恐龍帽 有嗎 有嗎 就完成了喔 好 那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囉 各位同學回去做做看囉 拜拜